第五百七十六节 眼看着帐簿变成了一堆灰烬 李刚看着这群学生饶有兴趣的说 书院现在还是书院 不是朝堂 你们一个个的也都是年轻的俊年 一群小马鞠子 关在一座棚子里还会互相撕咬 更不要说你们这些聪明的小家伙呢 一个个一步三计的老头子实在是没经历 去判别谁对谁错 书院里的孩子太多 老夫能用的手段不多 没经历没心思去判断谁对谁错的时候 难免就会用到马棒 谁叫唤谁就挨马棒 玉海 你一心想做明臣 想要万古流芳 那就要对别人宽容一些 咄咄逼人并不是君子的行事准则 你去淡水十天 以敬效忧 给你这惩罚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过错 而是要磨练你的性子 你看那劈开水流的巨石 能一往无前者 回不动而已 李一辅 你一次次的凭借自己的聪慧 赌货一劫 这是你的长处 也是短处 书院里的聪明人很多 为了一己之力 就分化书院的铜窗 你是第一个 心思过于自私 这一次老夫不打算追究 如果让云夜或者西帕迪亚 一或是小五他们来 定会给你们分派个清楚明白 老夫相信 你们两人的小心思 一定会大白于书院 想要在他们面前耍小聪明 世上没几个人能办得到 老夫不愿意自己的学生 斯文扫地 干脆就来个老糊涂 判糊涂案子 这样最好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学会迎难而上 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能躲 也罢 老夫就给你们制造一项困难吧 去累一座假山吧 汉山也好 累山也罢 老夫只希望 你能把这座山 累到自己的心里 有了这座假山压底 你做事就不会过于轻狂了 唐月海李义府躬身受教 自己去了红城那里领受责罚 李刚先生又朝着玉民招着手 示意他过来 玉民走过来 弯下腰等候先生的训斥 李刚拍着他的肩膀说 哎 你还是不要出事了 留在书院里教书研究学问吧 烂好人 没办法去官场混 一不小心 就把大好的年华给浪费了 不如定下心 好好做学问 好好做学问为上策呀 玉民高兴的说 这正是学生期望 能留在书院教书育人一辈子 学生非常的满意 李刚满意的捋着胡子 示意玉民和自己一起去办公室 熊车在路过云叶师徒的时候 李刚先生重重的哼了一声 就扬城而去 师父 您说老先生会不会知道是弟子挑起来的事端呢 小五担心的问云叶 当然知道了 人老成精 说的就是老先生 别看他整天眯着眼睛睡觉 他老人家现在啊 就是一只老蜘蛛 书院就是他的网 只要有半点风吹草动 他都会知道的 不过小五啊 师父看戏是准备从这两个人中间挑一个送给陛下当陪礼 你这么胡闹 所谓何来呀 就是因为看热闹 才不是呢 弟子在研究人心 结果发现 庞玉海和李义甫之间的纠葛很深 如果不是提前引爆这颗炸弹 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再来半年 李义甫就会被书院开阁 庞玉海也会被李义甫弄死 咱们书院好不容易除了两个精彩些的人 不能毁了呀 云叶呵呵一笑 小五说的没错 在这个时候 把事情挑开 把你的骨骼上长出来的骨刺都清除掉了 这样长出来的骨头 才会健康有力吗 孙先生 李大爷不在乎疼痛 可是这些蚂蚁身上流出来的东西 让我痛痒难当 难道这也是治病必须的流程吗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我只是想看看人的精神能不能抵抗住这种乙酸侵蚀 如果能扛住我准备把它合进药方对于风湿骨痛非常的有效果 老爷爷 这家伙总是叫唤 听得烦人 不如用棒子把它打混算了 我也在药水里泡着 也不见我叫唤呢 小子 你泡的是补药 我泡的是毒药 这两者能放在一起比吗 听到李大可和一个孩子斗嘴 小五怪笑着就钻进了左面的那间屋子 屋子里顿时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云兽呼喝着让小五出去 云叶钻进屋子里一看 不由得笑了 只见儿子光溜溜的坐在一个大木桶里 拿着一个毛巾护住了要害 小五笑嘻嘻的趴在木桶边缘看着云兽 还想把云兽的毛巾揪掉 木桶里的药水已经流光了 一个药人正在往云兽的木桶里重新注水 云叶年走了一心想调戏儿子的小五 拿毛巾给儿子擦了两把后背 小声的问 你这几天没回家 还跑到孙先生这里来泡药水 是不是受伤了 谁打的 爹爹尊重你 报复的权利 你总要告诉爹爹 谁能把你揍的需要泡药水呀 男子和大丈夫 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爹爹你放心 吃了亏我会打回来 他们只不过是仗着人多 又恰好在走廊上 我没法躲闪 要不然我垂死他们 云叶没好气的在儿子脑子上抽了一巴掌说 娘娘既然要亲自教育你 咱家就没有办法拒绝 那些龙子龙孙没几个好鸟 你下手揍他们的时候 不要下重手 叫醒一顿就好了 一群草包被打死了 让你去抵命 那咱家可就亏死了 拿我家的宝贝去换人家的草包 这种亏本的买卖 咱家不做 还要知道了 所以我都是朝着他们的眼眶 鼻子 肚子这些软地方下手 他们就算是在我身上占了点便宜 回到家里 鼻青脸肿的 又会被自家的大人惩罚一遍 这是他们家白送给孩儿的胜利 您看看 只要这样的架 再多打两次 就没人敢和我打架了 给儿子擦干了身子 把他背到了橱床上 穿衣服 看着儿子身上隐约出现的青色瘀痕 心头的怒火 一下子就往外窜 十几个王爷 郡王 围住儿子一个人殴打 李相居然躲在一边 看着不敢动手 还没有他妹妹 燕蓉有胆量呢 李成前在做什么 连自己老婆的事情都搞不定 害得云寿总是受牵连 这不行 再这么下去 老子的儿子身上有几块好皮 让他们这么折腾啊 孙思淼这里有好宝贝 云建武库里也有好宝贝 这些东西都给儿子装备上 就不信 自己的胖儿子总是吃亏 还担心满身伤痕的让母亲难过 专门跑到孙先生这里 治好了伤才回家 云寿的眼圈还是有些发青 伤好的不彻底 金月看到以后就活不成了 给儿子穿戴整齐 特意从头上放下两缕头发 把眼角的淤青遮挡一下 父子二人就来到了黎大尹的房间 孙思淼拿着一把小刷子 正在给回身赤裸的黎大尹 清洗身上的乙酸 只要看看他满身的红嘎的 就知道他刚才忍受的痛苦 是多么的恐怖了 云豪 那个李义甫 我们渡水间要定了 嘿嘿嘿 不要脸 还能心思缜密 那是最好的探子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这家伙能预感到危险的来临 而且不是经过思考的结果 完全是本能 这就难得了 当时他只要踏出长安城一步 就没有回天之力 今天他就算是长一百张嘴 也说不清楚 那个庞玉海也不错 贵长成一个标准的官吏 这样的人还是留在朝堂里吧 我们这些隐身在黑暗里的人 不需要他的那些算计 狠毒 凶恶 卑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云叶奇怪的说 哎 你在这里受罪 怎么也知道书院里的事情啊 你以为书院是什么地方 你最好不要胡来 我这样的人 知道你的苦衷 你就不要指望那些夫子们 也理解你的苦衷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你居然监视书院 我告诉你啊 陛下或许只有拿你的人头 才能平息他们的怒火 李义府确实不错 但愿你能控制住 你要是稍微一松懈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种猫一样的人 本事大 心思毒 手腕多 有你苦恼的时候 李大印笑了起来 小心的把自己绑着的甲板的腿 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才对云叶说 都水间和百奇思不同 自从陛下决定将监察部门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一刻起 我李大印就日夜盼着奇才的加入 如果您能来 那最好不过了 可是都水间的庙太小 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既然您用这么奇怪的法子 帮着都水间选出了人选 我老李哪有放过的道理啊 啊 对了 小公子挨揍的事情 看样子 你是不打算善罢甘休了 是吧 哎 这时我才做的决定 你这就知道了 难道说你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云叶很是奇怪 把李大印的脑袋扒了两下 看看有什么不同 哎 我闻到你身上有生气的味道 您是用不着这些东西的 只能是给贵公子准备的 您手下留情 不要真的伤了那些贵人才好啊 不过本屋门 由人自招取 他们不欺负我儿 那我当然会安然无恙 既然要欺负我儿 我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客气呢 老子这两年脾气收敛了好多了 真的以为我是拧捏的不成啊 云叶越说越气 眼前就有一位皇家的狗腿子 正好拿来泄气 桌子上有一碗黑乎乎的东西 随手就扒了饭 黑色的枝叶 溅在黎大印的胸腹上开始冒泡 于是黎大印再一次大叫了起来 云叶带着云寿 还有小五慢慢的往家走 见师父走得远了些 小五神秘的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在云叶面前晃了一下 小声说 小胖子 借你的脸蛋给姐姐扭一下 我就把这瓶子药送给你 这是我找孙公公求来的药 有了他 绝对也没人再敢欺负你 用不着 好男儿赤手空拳 纵横天下那才是本事 借用药物算什么本事啊 云叶很大气 小五翻着眼睛说 你是打算使用师父给你准备的生期 告诉你 一点都不好 这种刺鼻的味道 是个人就能闻到 不如姐姐手里的这个瓶子好 别人要是粘上了 半个时辰以后才会发作 是你洗脱罪名的好机会 怎么样 答不答应 就扭一下 云叶管不了他们姐俩的胡闹 出神的看着眼前咆哮的东阳河 往日静若处子的东阳河现在变成了一头巨兽 消融的冰雪给他增添了无数的力量 张牙舞爪的向下游倾泻 河堤上不断的有人在巡视 再有粮尺 河水就会溢出河岸了 不光是东阳河如此 关中的大小河流都是如此 积雪融化了 总要找到一个出处 听说下游地势稍微低一些的地方已经遭了灾 云界庄测的优势非常的明显 地势高 东阳河右处在山谷中间 只要加高一小的河堤就能够安然无恙 几个小粒坐在棚子里喝茶 神态悠闲 现在已经是东阳河水水位最高的时候了 再有七八天水位就会恢复正常 幽国幽民现在已经成了云叶的一种习惯 不管是不是归自己管辖都要先忧郁一下 然后就能心满意足的吃晚饭了 官员都是这个样子 一边流泪哀叹民生之多尖 一边大口的往嘴里塞着山珍海味 这是一种境界 忧国忧民之心和吃喝玩乐勾搭在一起 显得和谐无比 政务就是一团糟 不管是谁的政务都是一团糟 处理政务也远远没有云叶想象的那样艰难 那些贴心的属下早就拟定了文稿 想出了解决办法 自己只要觉得可行就大笔一挥同意即可 说到官员劳力劳心那纯熟扯淡 劳力劳心的是那些蚂蚁一样奔忙的小力 拒绝了长孙家的歌舞晚宴 云叶打算在家里再忧一阵子过 总是白拿俸禄不干活这样也不好 至少表面上要为国家考虑一下才行啊 夫君你好像不喜欢长孙家 心悦坐在蜡烛底下装琴快绣花 消耗的蜡烛钱都比他绣的刺绣值钱 长孙家的上进心过于旺盛了 咱家现在需要的是不思进取 我其实想不明白 长孙家为何要全力支持陆东赞呢 害得我到现在都不能对他们下手 还有李静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也在全力支持张仲监 岭南的冯昂听说最近也有很多的盟友 现在朝堂上对高丽人的看法也在改变 不就是看中了海里的高山杨泽吗 我递上去的请求剿灭海盗的嘴嘴 一到中枢就了无音讯 问老房是怎么回事 他居然说天下太平就嬉戏刀兵 给天下人一个喘息的机会 享受两年做人的快乐 这是什么话呀 难道海盗也属于天下人 没有中枢加盖的印章 陛下的披红 岭南舰队就不能越过海峡一步 原以为能够轻松达成的目的 现在被这些老家伙搞得困难重重 如果等到岭南水师吃了大败仗 那个时候想要警醒就太晚了 海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短短三年时间 海盗的战舰就换了三代 尤其是西方的那些海盗 他们进步的速度惊人 我今天看到东洋河水 不由得想到了大海上漂泊的将士 如果有可能 我想趁这些海上豪强 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 掐死他们 假装幽国幽民 没想到真的忧虑上了 这就证明云叶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僚 大家都在造船 就连曲江池子里跑的船都变成了 拿脚蹬着踏板 带动后面的滚轮 拨水前进的那种 阎老先生造的五鸦大舰彻底的看不见了 包括新造的那几艘船 在洞庭湖里连运送货物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洞庭湖上最大的货船就是大地号 比二对大地号成为一艘货船 非常的满意 只是想起那些昂贵的陈舍就一阵阵的肉疼 没办法 大地号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昂贵的维修保养费早就让越州正印刺史关廷龙 恼怒不堪 一连上了三道折子 要求朝廷拆毁这艘无用的巨州 趁着上面的板材还没有被水凹烂 能弄回来一些钱财也好啊 这艘属于皇帝的巨州就像齐宣王的肥牛一样 毫无用处 除了迷费国堂再无益处 李二不想拆 这艘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荣耀 但是越州上折子说呀 将不再担负这艘没用的船的费用 李二只好下令开放这艘船 作为游船或者是成为货船 大地号的名字也同时注销 皇后的凤船就不一样了 在曲江池子里游的是异常开心 天上还总有两只凤凰在船顶盘旋 船上丝足声声 还有女子婉转的歌声传过来 云寿抓过一次凤凰 因为爹爹告诉他 这东西叫做极乐鸟 不是什么凤凰 他喜欢极乐鸟尾巴上的那三根长长的尾羽 凤凰抓到了 但是想带出宫门完全不可能 傻孩子随便把凤凰塞进了书包 宫门卫士看到那只已经被云寿和李燕荣折腾半死的凤凰 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 专门照顾凤凰的耶庭攻坚听到消息之后 嗓子眼里咕噜一声就昏了过去 长孙对漂亮的衣服没兴趣 对首饰也没兴趣 对钱财更是没有半点的兴趣 这主要是这些东西他太多的缘故 唯独对李泰送来的十二只凤凰 视若命根子 每天要是不逗弄几下凤凰 就浑身的不舒坦 为此宫里面建了一个硕大无棚的暖房 温度常年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度数上 云街的香蕉树这里也栽了好几棵 虽然活着却从来不结香蕉